嗨嗨 你好 你好 我來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不如就先從 在第一場戲就有很刺激的戲份 國藝先開始好了 國藝你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跟你的角色 現場媒體朋友們 然後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很開心今天在這邊見到大家 聽說在劇裡面你們第一場戲 跟心影的相遇就很特別 有沒有什麼刺激的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剛剛那個只有一條這樣擋著 其實今天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仔細回想一下 我好像還蠻享受在心影面前裸體的感覺 真的嗎 對 為何 因為他也露出很讚嘆的表情 不是 就特別自在 很自在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喔 在當下其實是一點都沒有感覺到緊張 或是害羞 不知道在場很多工作人員也都在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越拖越少 越拖越少 其實是有穿一件那個肉色的安全褲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越捲越小件 越捲快變成達悟 這邊有點炫耀文的意思喔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要呈現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盡可能的幫忙啊 對 所以我還蠻喜歡那場戲出來的感覺 當然我還沒看過全部 我希望希望 自己心裡其實是很緊張的 對 因為即便到現在拍完也還沒有看到拍出來的成品 還是蠻期待觀眾朋友們看到的反應 那因為剛剛提到的是比較好玩的部分 那其實你是演一個很王牌的律師 對 其實台詞應該很難記吧 是 當初要接到這個劇粉的時候 其實自己就有心理準備了 其實到後來在拍攝的當中 每天都是在覺得 哇 我今天一定撐不過去了 嗯 今天一定沒辦法 沒辦法表現好的狀態下 嗯 撐過去的 那 現在整個仔細回想 我覺得 是因為我們一直有很清楚的方向 有榮輝導演 一直在帶領我們 然後我們有很棒的工作人員們 大家一起在現場 彼此扶持 彼此打拼 然後 看完之後才發現 哇 當初自己是怎麼背過來的 是怎麼背起來的 聽說你一天要背800 到1200個字吧 每天 每天啊 幾乎 對 幾乎就是台詞的量 因為它 這部戲是稍微比較 像大家剛剛看到的 有點懸疑 有點推理 對 所以會有很多的時間 必須要敘述 目前案件的進展 以及發生的事情 可能一句台詞裡面 有六到七個人名 他們都做了不一樣的事情 要把它連在一起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現場 也真的是 也真的是 NG了蠻多遍的 真的喔 下次還會接這類型的戲嗎 會不會覺得很難 我相信我還是又是 在抱持著一個 好痛苦的那種感覺去接 但看到成品之後 就會覺得 嗯 一切都是值得的 天啊送天啊送的感覺 對啊對啊 當下很痛苦 但拍出來覺得很開心 對 我好像很需要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喔 那旁邊的心影 是不是也一樣感受 剛剛看到片花 你有哪一個部分 現在回想起來最激動嗎 最激動 其實我覺得 每一場都還蠻激動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片花是 整理總共二十四集的精華 在裡面 所以它第一幕出來的時候 說 怎麼那麼後面 喔 對 因為連我們自己都很期待 對 對 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對我來說 每一場其實都很驚艷 對 那其實這部戲 應該是你休息一陣之後 接的第一個長劇情的戲嗎 對 這個角色 跟你自己本身 有什麼一樣的地方嗎 他 有寫記者 成家樂其實很像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二十幾歲 就是 你現在也還年輕嗎 大概六十年前之後 OKOK 小時候 然後 就是他有一股憧憬 然後他有一個 責任感 對 然後他有一個 怎麼講 他叫做 正義感 對 正義感破表 是 對 你以前也是這樣子的人 以前是正義魔人 喔 就是 會在網路上去罵人家 沒有沒有沒有 以前還不流行 以前還不流行 是現在嘛 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 可是你剛剛說你是很熱血的人 你在演戲的過程當中啊 有提到說 好像那個都是那個 國藝跟你是有很好的默契 然後你稱呼他為暖男 對 因為我是稱他為我們是老伴 對 老伴 我們是比朋友要再更 更 更 更熟識 對 然後 關心的方式跟行為 也很像老伴的感覺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老半老半 老了一陣子之後 你覺得 李國藝這個人 你如果再 拉到現實生活中 就是 零到一百 大概百分之多少 是你理想起 87分不能再高了 非常好 滿高的咧 87分滿高的咧 不能再高 不能再高 差不多就這樣了 就 點到為止這樣 對 那